就是反差很大 就是因為他在鏡頭前面會是一個樣子 可是那個直播會關掉又正常了 就是比較文靜一點 比較安靜也不會在說話 其實大家如果在路上有遇到 你看到他其實他都會打個招呼 其實他不太會像直播這樣 那其實再是一個直線 直線大概時速有大概250 然後我是要右彎了 我已經減速到大概80 右邊後面有個撞車 失速的直接撞到我 就是直接定竿定我 然後當然就是直接 瞬間是斷片 先斷片 如果撇開你家的家境 你職業賽事有在台灣有飯吃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是完全沒有 真的 這麼悲觀 非常悲觀 因為這個說真的 賽車等飆車 這其實是花王等號 在台灣 那你要去顛覆這個觀念嗎 很難 其實主要是中國到那個網紅 他不是說台灣沒有快車 是 對那其實我們也避不下這種遊戲 然後去打造一台 其實就從無到有的一台賽車 因為不是收出100萬嗎 對啊 不然他有捐嗎 肯定沒有啊 肯定沒有啊 所以你沒看到他的影片嗎 他現在不拍車啦 他去拍吃的嘛 OK 去西藏旅遊啊 去哪裡玩啊 或是去拍吃的 所以你們還有在關注他 就偶爾看到 怎麼變這樣子 就是在講車 變賣吃的 就是畫風都 化掉了 對啊 賣一個 他剛剛有個彩r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